上个礼拜GTP4正式的问世了 专家形容这个有视觉的人工智慧 事实上最强的AI 但是画面上你看到这个人 他是开发商OpenAI的执行长 他自己说虽然他认为他真的很强 但是他自己都怕他 他觉得未来的TrapGPT恐怕会很恐怖 因为会消灭很多的工作职位 静隆我们请你上台来 连OpenAI的执行长都说他很恐怖 到底他有多可怕 首先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其实这个即使到了第四代 他大概也顶多在念国中的程度而已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他天才儿童的潜力的发挥 那这个其实像TrapGDP他第四代 他们去试着去参加美国的律师的模拟考试 结果他赢过了90%的考生 他只是国中的程度就可以赢了九成的考生 对 然后他的第三 他的前一代是3.5代 现在就是3.5代 前一代 前一代3.5代 其实他考试的时候 他只能赢10%的人类的考生 但是到了第四代 其实已经赢了90%的考生 他不只去参加美国的律师考试 赢了90%的人类的考生 他去参加数学考试 也赢了人类89% 然后去参加阅读考试也赢了人类90% 而且更让我们压抑的是 其实第四代绝对不会是这一波的终点 他会不断的一直进步 因为按照所有的这个演算法的一个推估 大概AI人工智慧的运算能力 会以每6个月到10个月翻一倍的速度 再持续成长 所以这个第四代已经可以赢了90%的考生了 那基本上那更不用说下一代再下下10代 那个真的会是 我觉得他会完全改变未来的这个商业的模式 那甚至这个OpenAI这个执行长 他也认为其实这个TradeGPT 他们是用所谓的这个技术 是人类迄今以来最伟大的技术 他是模仿我们人类大脑思考的模式 去喂养这些AI人工智慧的能力 那一旦他这么伟大的技术 能够在商业模式中获得很大的进展之外 但是未来其实如果谁在AI竞赛中能够获胜 或许就能够统治世界 这个是2017年普丁他所看的一些观点 那目前这个AI 这个OpenAI的执行长其实也是认同这一点 他看到未来那个想象力是非常的大 那另外下面这张图 其实是这个TradeGPT 他在第二代第三代跟第四代 在不同的领域中 他回答问题的这个准确率 红色的这个是第四代 蓝色的这个是前一个世代是第三代 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前面几个世代 他的回答的准确率 基本上都很难超过60% 不管在学习科技写作历史 数学科学推荐程式跟商业 都很难超过60% 但是到了第四代 就是上个礼拜所推出的这个 你们看红色的曲线 他的准确率大幅的上升 其中像这个历史的回答的准确率 已经超过80%了 然后另外在科学的部分 你问他科学的问题 他的准确率也回答到60%了 甚至在一些这个城市的这个能力 也是呈现大幅的上升 所以你从他只是第四代 他就已经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呈现的结果 那你可以去想象 如果他到第五代第六代的时候 那个准确率的突破 应该会造成一个很多 真的是很多的 应该说商业行为的一些改变 天哪 我看到的只是 如果他的准确性这么高 以后历史学家可能要被取代了吗 数学科学家 所以这些都要被取代了吗 会让人类被释放出来 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目前看起来 是有这样子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 所有在坐在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去好好思考 接下来从今年开始 到未来的十年 你过去所习惯的这种学习的模式 会彻底的被颠覆 因为这个的类神经的 这样子AI的智慧 它将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技术 以后我们要学会怎么用它 它来统治世界 我们来统治它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结论 就是未来这些AI 它会不会取代 全面性的取代人类的工作 我觉得是一个问号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不懂得使用AI的人 一定会被懂得使用AI的人给取代 没错 这是未来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未来它可能运用在哪一些的商机 应用面可能有哪些 对那这边其实是引用高通的观点 高通其实在看这个Trade GDP的时候 它会发现它有两大商机 而且这两大商机对台厂是非常的受用 第一个商机是所谓的云端的大量运算商机 第二个就是将云端的运算导入到装置端 就是所谓的手机平板这一块 所以它的商机来自于这两块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Trade GDP 它比起这个Google的搜寻引擎 这样子在运作的模式 它的成本是增... 硬体设备的投资增加10倍 所以相对的也需要10倍多的资料中心 所以以前Google在崛起的时候 FB在崛起的时候 其实台厂受惠的是很少 因为它们不需要太多的硬体设备 但是这个Trade GDP 它需要非常高效能的运算的能力 那这样子的过程中 它整个建制的成本会比原来的Google搜寻 它们所建立起的这样子的运作模式 成本多数10倍 所以这也是台厂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那第一个就是在云端上大量运算 那有的时候云端上大量运算之外 它也希望你的手机也能够分担一些运算的人力 所以有可能的另外一个商机就是云端运算 就直接进入到手机的装置端 那过去的AI 其实你会发现跟我们个人的关系都不大 很多那种AI的那种一些运用 其实跟我们一般的人 其实感觉距离很远 但是这一次的AI 已经开始出现了息息相关 所以基本上 未来我们人常使用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笔电 应该也会开始去导入到 具有高效能运算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晶片在里面 所以这个不管是云端的大量运算 或者是云端运算导入到装置端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推升手机跟笔电的性能的提升 这个都会是对台厂未来有很大的商机可以期待 台湾社会比较大的有哪一些 其实大概就是半导体族群 因为其实毕竟台湾是以制造端为主 那这个制造端当然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原来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原来的供应链之外 那我觉得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高通他们有做了一些供应链的调整 他们可能会去中化 然后并且加速的转单到台湾 然后他们考量到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 他们可能会持续的调整供应链 那预计明年2024年的时候 他对台湾的采购金额将会攀升到3000亿以上 创历史新高 那过去这个采购金额 他原本可能就对台积电采购 那个可能影响就只是锦上添花 那有一个是影响比较大 是封测 因为封测过去的高通都是放 都是在新加坡或中国下单 所以现在要移到台湾来了 从明天开始 从明年开始 他应该计划是要持续的转移到台湾来 当然去加强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所以换言之 我们看这一波的半导体的受惠的族群 很明显的有一个族群就是封测 他们会明显的受到 不只AI这个半导体应用需求的提升 甚至高通因为去中化 加速转单到台湾 那所导致的这个订单的增长 其实都提供了 这几家业者的一些 未来业绩的成长的条件 那所谓像封测的日月光跟晶圆电 甚至在测试界面的这个金测 跟这个尹薇其实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一个蛮明显会受惠的 但是他们最近的股价其实涨蛮多的 你看像这个晶圆电子 它近期的股价 我们看一下K线图 其实它也一路的从去年年底的29.6 一直翻翻翻 现在突破到50.5元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 任何一档股票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 去据算出它合理的企业价值 那我们就试着去针对 刚才上述的这四档的这个受惠公司 来做一个合理企业价值的一个推估 那用的方式其实就是用它近世纪的EPS 然后乘上它近60天的平均本益比 然后一倍代表合理价 然后打巴折代表便宜价 然后乘上1.2倍是昂贵价 然后乘上1.382是疯狂价 那如果以日月光来讲 它近世纪的就去年的EPS是14.53 那近60天的平均本益比是5.69 所以14.53乘上5.69 它83块是它的合理价 然后昂贵价是99块 疯狂价是114.3 那现在目前日月光的股价 其实已经超过了昂贵价 已经开始往这个疯狂价这边去走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一些投资的风险 那刚才提到这个晶元电子 它近世纪的EPS是5.59 近60天的平均本益比是7.06倍 所以5.59乘上7.06 39是合理价 昂贵价是47 疯狂价是54.5 它现在目前也介于 49 对啊 在昂贵价之上 然后还没到疯狂价 OK 那另外两档的这个高价股 像金测 它近世纪的EPS是23.5 然后乘上它近60天的平均本益比 20.29倍 合理价在477 昂贵价572 然后疯狂价在659 今天收5.88 也是在昂贵价跟疯狂价 其实这三家都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OK 那最后一档这个尹薇的话 按照这样的计算的方式 它近世纪EPS是32.22 然后乘上18.09倍的平均本益比 合理价在583 昂贵价在699 然后疯狂价在805 今天6.84 6.84 所以还没有到昂贵价 所以画了这个几个图之后 那目前看起来 好像只有这一档还有机会可以往这个昂贵价去走 那另外的这三档应该就很多 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很多时候利多是让你卖股票 是让你卖股票 因为投资要赚钱就买低卖高 什么时候会高 只有股价在涨才会有高点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它虽然我们看到的这些利多的题材 都陆陆续续会对他们未来的营收 跟获利有带头的效果 但是基本上当他们的股价在短线上涨这么多了 那应该就要适时的去做一些停利的一些动作 然后等到哪一天金融市场有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 掉到合理价的时候 你再来重新找一个切入点 那你就你的投资节奏会比较稳当一点 太好了 过去没有 未来不仅要有 而且应用面会非常的广 所以在接下来哪一些些的应用面 受惠的族群 刚刚庆隆挑其中之一 也就是最近才刚发生高通 开始去中化 接下来可能会把封册转单到台湾 在过去可能大多在新加坡 在中国下单线道 移到了台湾之后 哪一些受惠最大 大概有这些厂商 但我要问的也是 最近这些厂商都已经涨了一波了 好 财报专家 让你用财报来算出 到底什么是合理价 什么是昂贵价 目前几乎都借在昂贵价跟疯狂价的中间 所以手中有的人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已经到了满足点了 已经可以做停利的 那想要进场的 可以来回头来看到 有没有机会跌落到这个空间 操作策略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好 接下来两大区块的重头戏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房地产了 因为下礼拜 329 房地产的黄金档期 听说今年爆了8000亿的天亮 这么一爆量 如果买气没有上来 价格要松动了吗 哪里的一个价格松动 风险最大 休息一下 理事长告诉您 理事长告诉您 感谢观看